屏東恆春 國境之南 一大清早 微涼寒意 吳媽媽還在整理身材工具 準備出門擺攤 已經有顧客迫不及待上門催促 他們家的粿很豐富 超軟超Q的 超好吃就對了 每次來都買不到 所以我以前來擺 有哪買 還沒擺攤就已經開市 每當逢年過節 或是遇上祭拜慶典時 嚴貴就是這麼搶手 吳媽媽的兒子有保容推著攤車 六點半前一定得就定位 分裝著醬料才要坐下來偷閒一下 客人就上門 好 好 好 要去吧 打開鍋蓋 嚴貴像是一個大蛋糕 雖然沒有華麗的奶油或水果裝飾 但實在的油蔥古早味養大了一群死忠顧客 大快一點 對 小時候就吃掉了吃幾十年了 那台中買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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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口味 好 送人啊 他說好吃啊 都買多少啊 有時候都買一百八百這樣啊 這樣去都送人啦 這個多少 一斤啊 六斤啊 飄翔四十年的嚴貴也是好多恆春兒女的回憶 就算現在住得最遠 每次回到故鄉總會來買一份懷就位 我們在這裡在地啦 大人啊 說吃這個對對對 阿嬤剛才我們對面那些小腳這樣 那些小腳那邊 大人那邊都蒸 我們家小孩也都把它倒 倒下去 不然外面阿婆阿婆阿婆的鹹貴阿婆阿婆的鹹貴 油蔥鹹貴大一大Q彈 一刀分切 內用鏟子放到塑膠袋裡 趁金潤兩麥 老恆春人的澎湃早餐 每天限量兩個桂盤 生意好的時候 還沒有中午就被分食一空 兒子還在擺攤的空檔 我媽媽回到家裡炒製油蔥 乾鍋內放入肥豬肉 逼出滿滿豬油 現在像我們伯伯的要不好 如果我們稍微紅 稍微咖啡色 這樣就好 撈出肉燒加入紅蔥頭 廚房燉時煙霧瀰漫 有如人間仙境 但對吳媽媽來說 可是險境 沒有蒜辣 蒜辣如果有這麼多 它會滲透出來 不能清辣 對 不能清辣 等一下它會滾出來 油蔥報到焦黃上色 再一下蝦米不能用蝦皮 主要是怕鹹粿的色澤太過鮮豔 這關係就是都吃了 我們切割咖啡色的鮮 紅的人會給你問 你這個像什麼紅紅 你還會一直嘗試吃完 對 現在人也是嚇得對了 攪拌 加醬油 控制火候 吳媽媽回想三十多歲時 母親就她一起做粿 賺錢養家 沒想到貴婦移坐四十年 過去這一間航孽 不像這處好好 我做特價海角七號來的時候 我跟 Burma說這行航孽 就沒人來而已 如果有人 �橫村來 這一間是有人要吃的 海角七號電影大賣 帶動橫春觀光人潮 吳媽媽生意好到無法喊卡 在高雄做水电生意的儿子 游宝容被妈妈召回帮忙 他家里在厕所 两万多块 三万块 我说阿母在家里 头去生意也是没爱 我就陷在那里 站着站着站着 差不多十天过 他好像说阿母好 我把那边的头脑洗掉 他回来 回来做这个 油宝容把油葱加入滚烫水中 等待温度对了 赶快注入白色的再来米浆 顺时针 逆时针 转软拿转 充分搅拌均匀 再来米粘住油葱好料 这一锅越来越浓稠 在外锅注入水 就可以盖锅吹蒸 十年下来 水电工阿林早就化身为 进得了厨房的贵公子 返回来也是乌来 然后妈妈一个人在家 也就回来帮忙 比较好照顾的 因为照顾妈妈的 对 在外面工作也是 大颗盆 四颗盆 也是都很辛苦 对 都一样 淘米 洗米 吴妈妈用古早的做柜方法 取用一年以上的再来米 这个吃的米是算定米 定米它可以透水 如果做米它就是不可以 它还要倒打 头去先买米是一个 你就很多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 越浸到越浸到越浸 神医变好了 母子俩分工合作 把柜做大 再来米洗好了 有保容 把它磨成米浆 吴妈妈在一旁 削芋头 爆芋头丝 让有保容 这一座第二笼柜 再加芋头 然后再搅拌 比较浓稠的 再加米浆 靠着蒸汽来捶柜 外锅每四个小时就要添加一次水 一蒸八小时 等于夜半两点一定得起床工作 遇到寒流来袭得靠意志力 闹钟和神医时钟苦撑 而一旦睡过头就是悲剧了 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好好睡觉 差不多八点停止停止你都去睡 睡时间到七点 差不多十二点 两点还是两点半 你就要起床 你睡过头 这就是要没水了 小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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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睡眠一再中断 台湾最难端的严贵好味道 却不曾间断 来 好 五六天好 你说多少 五六天 两个三 两个五 来 大哥要蒜头吗 蜡月的早晨六点半 距离中央气象局表定日出的时间点 还早十分钟 黄慧珠和先生的大圆间台前 已经守了好几轮早鸟 偏偏间产或者猪油箱翻那翻 偏把阴晕缠绕的香酥油脂 拌遍整个贵人市场 然后吃贵哦 QQ 嫩嫩 美味 好吃啊 吃了大概有十几年了 它的会比较小一点 皮会脆一点 逛庙的话会比较大 然后它的皮会比较嫩一点 很好吃啊 好吃啊 以前你们没有想想的 没有 我没有尝过 很好吃啊 很Q啊 很嫩啊 很Q啊 好吃 说起台南的特有种罵贵 制作手法包不包现 在江湖上又被老涛区分成 南北两大流派 黄慧珠手里的这一派 饱满的是父母那一代 传承下来的干卤肉碎 锅皮柔嫩不是Q弹 深焦后取得的米虾 却是夫妻俩用没完 只睡两个钟头的魔鬼作息 交换而来 对 最多两个钟头 有时候会自己放假睡过头 不是 它都不是早起来吗 它有时候睡下去也是都 浑然忘我 忘了不知道几点了 闹钟叫不醒 东北飞风动不动就 报道了一月天 闹钟叫不醒的贼骂贵 还真的不是因为偷懒 早上开店 中午收摊 等到太阳下山便开始 一整晚通夜做柜 所以每当清晨颇小 开始贱贵的时间 两双眼皮实在很难尽量有神 我是要让它新鲜一点 那个新鲜度的问题 我也可以下午做 它在哪里 因为你马上下午做好的时候 是半夜 半夜你还要冰 如果没有冰 它的品质会不好 大葱的新鲜度问题 不只在于果皮咬尽跟香气 黄慧珠的一清零一份执念 还包过了肉燥的鲜炒后卤 且油葱跟五香粉的调味 也得等待降卤入味 熄了大火再以锅底 温温热度搅拌 起锅前也得要把肉质滤干 避免内馅过咸 大葱生柴火的年代 爸爸就是这么拜师学来的 黄慧珠从小在父母亲脚边 跟前帮后 直到二十多年前 接下担子 老味道好不容易延续了 快五十年 自己实在不敢随便砸了这块 滋养一家长大年迈的招牌 经济不好 他爸爸本来是在上班 在那个工厂烫衣服 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四处给人家租房子 然后旁边有人在做柜 爸爸就去看 然后去学 拜托人家教我们 这块柜是农业社会时代 都是由那个瓜庙跟柜人 就是所谓的新荣区 都是农企 柜人 瓜庙跟仁德 以前就包括农康 现在农康有一个新市那边 起研到我们都很关心的 所以以前就像我们在农康有过 同在台南土生土长 许潮毅算来也是农家子弟 对于国内的田间五茶点心自然不陌生 年轻时他在大型出版社做印刷 却偏偏遇上大环境转型 迫不得已只好跟着张仁丈母娘学主罢鬼 讲实际话我是被值钱的 因为我们那个部门他要它裁涉掉 转型就有一些顾问之业的东西 都做整个公司的重新规划 这些老平工有时候你说在教育的话 很难接受 就干脆整个组织都裁涉掉 受伤的再来米浆混粉浆 先后顺序调和比例 就是老丈人生前 已经修正到位的配方 趁着炉火高温 到了米浆得先拌匀 这粉浆它有个温度它太高的话 会把它截快 接着粉浆压轴后 本来已经不轻松的苦力活 又更加粗重 在趁这个还没截快之前 我们要先把它搅拌均匀 夫妻俩总是各自从日落起 便在阴暈蒸汽中卖命回豪 等到肉末凉了 米浆也搅拌熟透 寻常人家正准备进入睡梦 两个老伴的长夜夕活才正要上工 孩子大了 老夫老妻白天怎贵地黏在一起 晚上不睡 更要彻夜大眼灯小眼 如交四期的感情 还真是靠宝贵报来的 我说你们吵架了这么工作 就不能吵架 一样做不讲话而已 不要理他 一样还是做 还是做 还是一样要把它做完 利用冰淇淋勺 一匙果皮 一匙馅料 最后盖好果衣再倒扣进蒸笼 不过琐碎的工序还没完呢 夜里包好的肉桂得要吹蒸 出炉后宫药室天气冷热 吹风扇吹冷气再进冰箱 像湿度太高以后 我会推到前面像蒸笼说 开到前面开冷气吹 湿路太高 那昨天下雨天冬天冷死了 还要开冷气给他吹 一样 一样给他吹冷气 我都开24度了 冬夜慢慢盼到收工 往往能午休两个钟头 已经是恩典了 对比父亲骑着三轮车 从关庙一路叫卖到 鬼人的时代 如今真的已经算苦尽甘来 刚开业时 爸爸的苦 苦的是自处都受 才见得了生意上门 女儿的苦 却是稍稍晚来个五分十分 就得先饱受一顿客人的抱怨声 他就说做行李要早来的 我跟他说没办法 我现在只有两个人在做 还要包酱油要包好 准备好才能来 好 谢谢 拜拜 大家吃得开心就好 因为有的阿公阿嬷会带他的小孩来 爸爸妈妈会带他的小孩来 带一两代的人来 三代同场一起来 这样最开心 不是这个好吃 是加了那一个味道 不管十年二十年 对老客人来说 两三颗霸粿加颗蛋 是甜蛋的小幸福 但当每一份小幸福聚沙成塔 扶老修还代代相传 反馈仿佛也能被加成感染 那是古能分忧解牢的悠然 且足以化苦为甘 要买我五点人就都来扶了 所以我们都早上吃了 它这个烤烤 你来这边就拼得太厉害了 对 有没有 对 天還魚肚白 做粿的熟子糧 早已忙碌了好一陣子 家藝人愛吃粿 一日之際就載漁塵 小姐妳呢 加蛋嗎 醬油加嗎 這個花生油 花生油跟粿的香味 是綜合在一起 油蔥粿 加一點醬油跟那個 油蔥酥 一起跟那個紋米攪拌的 做粿的師傅忙 堅貴的老闆也樂得嫌不下來 就是傳統 我們家裡人都喜歡吃 早餐就是這個 有鹹肚 小鹹肚 它的就是腸啊 大菜糖 那鹿也要來吃為什麼 因為很好吃啊 然後 比較有那種 阿媽的回憶啊 圓環邊 尖貴的店家 一間接著一間 天一亮 就得應付 雞腸鹿鹿的鄉親 大小通吃得貴 成功收服 很是挑嘴的家藝人味蕾 差不多六點半就開始煎了 那就要提早起來準備 像我們以前在聰明市場那邊 他們有的就是 吃完就去上班 因為那邊有加工車嘛 就一直從那時候 我們搬過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客人都會 出來這邊 真的做人 雖然都是主打煎貴 但各有各的味 油蔥粿 是米漿裡拌進油蔥酥 蔥香再混合醬油的豆香 成為絲絲捏捏的家鄉味 五六十年歷史的老店 比比皆是 還有的是主打菜桃粿 冬季收成的喜悅 全在白皙的米味上 我沒在蓋上 因為一般有的客人 他就是喜歡吃 這個恰恰 就是哆哩這樣 恰恰這樣子 他們喜歡吃這樣子 而且那個就是粿 就是一般早餐店 跟我們這個傳統老闆一樣 我們這個就是比較口感 比較平和 有的客人他喜歡大蒜啊 辣椒啊 我們還有加的那個辣椒油 辣椒膏在這裡有香 你加那麼多喔 喜歡吃辣的嗎 嗯哼 加蒜 還要加蒜頭 你這個重口味耶 對 重口味 這樣就可以 我這個有以前 那個空軍市場那種吃到這邊 我就會變成這樣 這個粿是 因為我加魚都出 我加魚這裡是都出粿粿了 這粿粿粿有名的 粿粿是有故郵來的 粿粿是給人 說給人家吃一粿 吃不飽也不飽 粿粿粿粿 都好 要加粿粿粿粿 一語道進 嘉南平原大米倉的天時地利 金黃稻穗經過聰明的洗練 幻化成一顆顆磨豆 經由勤奮師傅的加工 變成了米漿 老店座櫃已經超過一夾子 在四十桶年 四十年 那時候開始做了 那時候比較難走 做一個修行禮 風吹 撒水摸鞋 自己撒水摸鞋 從家來摸煎 做一個修行禮 我會慢慢 整個步驟 越來越大 越變批法 大家如果走 就要來幫我們批 批回去煎 讓他做一個修行禮 這樣 要油餐他要摸 要摸 要摸頭 摸 摸 這塊有夠嗎 這幾天生禮比較不好 這塊有 因為我刮下去 批法生意辛苦 天還沒亮就得起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是工作天 否則下游的花納 就沒有東西賣 越來越少人做 這群人也就越顯得重要 吃飯的蓬萊米不能做櫃 而是要擁有Q性的載來米 外人喜心厭舊 他們偏偏喜舊厭心 要放置半年以上的米粒 才吹得了貴 我現在沒幾天在做了 這沒貴 很多 有比較多天 得是一份堅持 才能把勞力活 一代纏過一代 游老闆從小就看著長輩做 自然而然接手 雖也到了退休年紀 但不捨家業中斷 大清早繼續跟著忙批發 日子是種造福大伙的 和氣身材 都批發很多 他翻那批 他有幾家的 這樣就一角 這樣就是半角 最少要拿這樣 最小就是半角 八分之一 你來這裡買藍杉 我們也是介紹很多 也是都這麼大塊而已 靠著薄力多銷 成為嘉義堅貴的 知名批發商 完美的菜桃櫃 再來米漿 水的溫度 蘿蔔的比例 都是關鍵 冬天的蘿蔔香甜 礙於操作方便 過去的剉腔 已經改為磨泥 儘管如此 也不失去菜桃櫃的風采 平常盟路到了年關 更是需求倍增 有六個年代 那時候大家回來 幾幾個都會買過禮拜 如果過年的時候 很多過禮拜 大家吃就吃得開心 所以有的出外去 回來 如果過禮拜 都會來買過禮拜 去禮拜 順便吃 滿載著米糊 一層跌過一層的狼行 像是被時間凍結 這沒能著急的工 得一路聞火 耗上四個小時才成櫃 摧櫃的盛況 在都市早已見不到 農業時期留下的飲食文化 在質樸的農業縣 繼續傳鄉 是誠實客製化的首選 我們有就是一份二十五塊 再來如果個人吃不了 那麼多的話 每個人十五塊 還是二十塊這樣子 每個人十五塊 每個人吃不了那麼多 會比較小 接地氣的好味道 連價格都講人情 這個老子老味 是種團圓 也用他的千姿百態 滋養著一代又一代 自從這個街景 在2017年登上日本 知名雜誌的台灣特輯封面 連阿布娜都知道 要找歐一喜到台南國華街 絕對不會失望 而陳錦秀則是這條美食大街上 公認的第一名滑粿秀 都沒人外面 頭髮不知道 來教堂看著我就說 就是你 我想我站在三人那裡 搭到哪邊滑粿 膽敢在全台知名的 七十年 碗粿老店對面打擂台 陳錦秀絕對有備而來 外觀不勝其眼的碗粿 入口滑順軟嫩 味道不甜不鹹 帶著淡牙米香 和肉燥的醇厚香氣 而魚根新鮮彈牙 軟硬適中 兩樣品項 包辦許多饕客心中的 最佳選擇 要三十碗 要這麼多 很好吃 回家看錢吃 要回家吃 要回家帶回家吃 要三十碗 對 上街包五十碗 好 外在三個要不要啦 對 外觀塑仔在前場 忙著收新台幣 後場的支援部隊 也一刻不得閒 小兒子吳鳴縣 從清晨三點上工 到上午九點 已經循環了十個回合 四十五四五十度左右吧 有的都會拿衣服來換 然後洗一洗 然後換 然後就晾在外面 一下就乾了 蒸汽壓力鍋爐裡的這一輪 還在大火拼 下一批趕著舊預備位置 西螺生產的再來米 泡水半小時 軟化之後 更便於磨成挖櫃師傅眼裡 純淨樸實 又難以控制的瓊漿浴液 就米比較水分比較少 然後做起來會比較Q 比較好吃 剛磨好的米漿 濃稠厚重 還得經過西式才能吹蒸 童子粒先攪成漩渦 然後熱水快速沖下 讓米漿和水均勻沖及 再瞬間融合 漲了 阿嬤說要把它漲了就對了 如果你動作慢 你水一下去 那個米漿就會熟掉 會結塊一塊一塊的 這一步關乎碗粿的口感 水分拿捏是達人關鍵 米漿的水如果太多 碗粿軟糕 如果太多的話會變硬 在攪拌的時候那個重量 那個拉起來的重量 其實我到現在還在練習 我也不敢說我出塞了 謙虛的說還沒出塞 每天都在練習 但這個工作吳明憲已經做了超過二十年 身為蛙櫃老店的二房大孫 早熟懂事的吳明憲 念高中時知道自己 剛才沒半夜就得學個一技之長 假日時同學約會玩耍 他自願留在店裡幫忙阿嬤和大伯工作 他出了阿嬤而已 如果阿嬤就大過心裡了 因為當我們大嬤 我們大伯的感覺不好 要跑出去了 就裡面都沒有女生 我都要回來含他鬥腳手 念書沒天分 但有興趣的是從做中學 洗碗 切肉 炒肉燥 賺錢是 吳明憲 樣樣學 樣樣通 烏梯肉好吃的部分比較多 他吹下去還會縮一點 所以我如果吹比較大的聲 人家吃就比較有那個感覺 怕技術外流 老阿嬤規定自家挖粿 傳男不傳女 廚房再忙 就算是媳婦 也只能學到魚羹是一樣 因為旗魚 他有加點什麼 不然旗魚也太硬了 這樣才會比較軟 那個軟硬也會適中 所以你要把它彈下去 你都會黏著唱 彈死成功 做二、三十名 做要唱我 這有唱很艷苦 都是用青春去陪他鬥 退伍後 吳明憲理所當然 在老店繼續工作 經過阿嬤和大伯的調教 幾年下來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 那是大伯的兒子年紀還小 仍在實習階段 挖粿的製作工作 幾乎由吳明憲 和大伯分擔扛下 然後他們就自己會講 就說以後就是 大家都一起做 怎樣的 阿嬤講的 對啊 阿伯也有講 不過幾年前 大伯和阿嬤相繼過世 人在情在 人亡情亡 大房繼承老店招牌 二房的母子 則被排除在經營團隊之外 連領薪水的員工位子 都不可得 讓陳錦秀母子倆大探 人情冷暖 親戚勤奮 比不過粒字百中間 我比較生氣 人家說實在是我的 我一直打一個工廠 打二十幾年的工廠 沒辦法不上去 那你不會生氣嗎 我們父親會說 沒關係 我們自己又賠名 共同打拚的成果 被全瓦捧起 吞不下這一口氣 加上剛好老店對面 有店面出租 吳明憲決定 另起爐灶 互別苗頭 他相信以客人吃慣的老口味 加上比別人更勤奮 一定可以做出另一番成績 國發雞這裡的人 因為我這裡做三十幾年了 我們國發雞的人 大家都會聽話 因為我家裡頭 做得不錯 他們做得不錯 我這裡做的 大家都是客人問 都帶來到我們這裡老妹 因為菜市人都... 菜市人都... 菜市人是非比較多嘛 八貨也比較多 都比較... 菜市人的人都比較多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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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一開始就五點就有... 五點就有了 他們七點才有嘛 然後我們就在五點... 大概七點這兩個小時之間 點那些客人 然後人家覺得好吃 然後就一直來 開店六年 老味道 老職人面孔 逐漸找回舊與新知 老記憶 新招牌 成了在地人推薦的第一首選 就想開一點就變成因果德福了 想不開就永遠在那邊 就...心裡一直糾結在 為什麼趕我出去 為什麼趕我出去 在那邊是當員工 這也是當老闆 不要啦 滿感謝他七八五 真的是一口腹 真的是... 大家都真的一口腹 現在... 現在就比較賣了 現在比較順暢了啦 你現在的女兒給他多少 對... 五萬塊 吃他可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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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個就很夠了 憤恨化成動力 拼出一番成績 吳明憲成就了自己 也放下恩怨 希望阿嬤奉獻一輩子的老招牌 一起敬合共融 問說台南哪裡碗粿好吃 第一個想的就是我們 這是第一個目標啦 就像是舊米磨碎而後重合 歷經波折 吳明憲把考驗化成磨練 用行動證明 有真材實料 不必依靠避孕 自己就是最好的招牌 阿嬤...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它做起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是商業化 有做得又比較硬一點點 它其實以前更軟 更軟 所以像這樣吃麻煩的 在上面的按摩 說起紅白貴的由來 越好儀的這一派典故 又跟轉眼台菜的美食 加不大相同了 不過糕點貴 倒是不分年紀地域 世人都同意這麼稱呼 同意那一層白一層紅 層層疊疊加起來 就是一共要有九層 那第幾層啊 第三 炊蒸成熟時 還能一層層撕起來吃 萬一不滿九疊 可是會被客人 嫌做偷工減料的 這個糕點貴 會不會很容易吃飯 有...有時候... 有時候還不會有... 有時候會有 其實這個是平手感 糕點貴的記憶 成間自上一代 岳父岳母 即便從年輕炊煮到現在 起碼都將近四十個寒暑 糕點貴在米漿拌勻 沖進熱水調和溫度的 這個關鍵 熱度不夠或熱過頭 還是有可能引來失敗品 這一頭王春晨要守著木蒸籠 每隔五分鐘上一層色 太太約好依舊得忙著 抹米漿鋪紅豆芋頭甜果 傍晚明明是 倦暖揮潮的時刻 由家上下全體動員 反倒得抓緊木色趕快開鉤 姐姐弟弟幫著捏阿骨粿 歐粿糙阿粿 女兒女婿也得各司其職 雙高潤化粿昂米菜燕菜桃粿 零零總總加起來二十幾種 一樣也少得多 我們的觀念就是 如果你多元化 你一個人進來 你幾乎買到你所要的東西 你就是一次把你廣播了 就是你想要吃菜頭粿 也有芽仔粿 也有芽仔粿 然後就好啊 都各買一點點 然後很難抉擇 然後就覺得 我喜歡吃這個 我兒子喜歡吃菜頭粿 那個芽仔粿 就可以很多種口味 你就是可以 說全了這個出發點 無非是想讓客人 都換選擇性障礙吧 儘管治過世家在神通廣大 二十多種口味的粿 一旦天天執行起來 還是會人養麻煩 尤其碰到像雙高潤這種 要鋪 要撒 要抹勻 心要夠細 手腳還得夠麻利 它就是不要把那個鋪到滿 因為它不像我們這個 把它貨均勻 然後倒下去就好 還要撒 撒那個東西 還要包那個 中間還要撒一層那個藕糖 它還有中間那一層 對 然後上面還要再鋪一層 然後它等於還要 再把它們鋪滿 因為你沒有鋪滿的話 下面那個黑糖 它蒸了以後它融化對不對 對 它就要跑到上面來 然後就變成水水的 不好吃 如果真要爬梳計算 尤家做恰耍櫃 傳到月豪一根先生的手裡 其實已經有三代 因為生性活活勤快 所以四個兄弟姐妹中 他成了被父親選中的 那一個接班 早期賣櫃的生意頂多打打砸 貼補家用 賺不了大錢去也還能勉強糊口 月豪一之所以把規模做大 做得又累又麻 當年其實是因為兒子 國中三年級 然後他就跟我 有一天就跟我說 他腿這邊怪怪的 就說好 那你先去 診所先照一下 診所一照的話就說 我看你這個最好 跑到醫院去一趟 結果去醫院 醫生看一看就排著開刀 開完刀以後也還沒化驗嘛 我們過了一個禮拜去看報告 結果直接被留下來了 留下來的結果不意外 情況並不樂觀 醫生宣判那是一項罕見的 惡性腫瘤 且當下最多只能在乎半年 最後我們做標榜 那個都是無頭蒼蠅在亂打 那個不是說真的有那種 有那個依據讓我們看 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亂打蒼蠅這樣 那我就說好 因為標榜很貴 他一個月吃掉二十萬 一個天要6640 我就說好 我們拼 為了孩子做媽媽的此時此刻 再也一無反顧 哪怕醫療費用再龐大 全家人不眠不休也拼得出來 後來兒子的抗癌路 一路從高中到考上大學 縱然過程中一度因為病情惡化 休學又復學 父母手足彼此之間 卻只有更緊緊相依的心念 就是如果他哥哥住院的話 晚上都是妹妹在那邊陪他睡覺 然後他隔天他會把他衣服 也是整理一下 然後就帶去學校 他第一年要住校 哥哥在住院 他一樣都是回來陪哥哥睡覺 對 妹妹真的很甘心 所以他們兩個從小感情就很好 因為他從小 他還很小很小 在買月子的時候 就是二哥就說他要幫 真的對他很好 一定是捨不得 因為他如果有住院 我就是陪他一起住在病房裡 然後隔天我再去走路上學 真的就是一直都這樣子 那自從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想過說 就是離開這裡 但是就是真的捨不得啊 後來還是選那個最近的高雄 來 這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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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桌子喔 因為這裡有人給你了 記得當年醫生說的極限 是頂多再成六個月 然而一家人齊心抗鬥的戰火 最後是向老天爺多要了十年 那年兒子終於完成心願 大學畢業了 但卻也在隔年的春天 從此跟媽媽永別 對 就是 回禮用工作 讓自己忘掉很多東西 有點 因為有時候你空閒下來之後 你才會想過 對 如果你在工作之後 你會想過 如果你在外面看到我們是一個女強人 可是在房間裡面我們真的很難過 那個是 因為有一個母親把一個小孩養到27歲才走 那這個是不可能承擔的一個能量 所以曾經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說 好啦我們一起忘掉這不愉快的事情 我說我不要忘記 我說我永遠都 它都是永遠我的動力 總是煎熬的悲痛的回憶在私心裂肺 都是屬於她跟孩子的前戲 怎麼能忘又怎麼捨得忘去 約好一說那就讓工作麻醉自己 起碼她總能把愛和專精 寄託在層層之迷的九層糕裡 兩顆花生嗎 你今天買什麼櫃 沒櫃 還不錯啊 這個QQ的 然後也不是很甜啊 老人吃起來好入口啊 有點好吃 古早的味 提了30分鐘的車程 你從哪邊過來買 大樹 買多久 好幾年了 它的櫃有20幾種口味都吃過了 怎麼都很好吃 每個都好吃啊 對啊 清甜的也好 鹹香也好 一家子的駕鎖櫃裡 韻味百轉千折 層疊交錯 如今有思念之誠的美 更有承諾千禪的甜帶 天還沒亮 萬華的東山水街市場 也寂寞無聲 但老字號的鬼點 貨品早已擺好 老人家在吹煙裡 繼續打轉著 一家子的歲月 又揉露霧白水氣 冉染上身 又瞬間消逝 聞著四腳浪森 串出的米香 八十歲老闆陳新貴 心裡就有底 再一個幾分鐘 紅骨粿 菜桃粿 藕粿和蛙粿 就要出爐 這是他和老闆 守候六十年的味道 這很少 現在大家都 都蓋在白天 做白天 吹煙 牠的門開開 都進去就好 人家吹的比較好吃 有香 那個香味 花香 看著父親做 董敏青從小就知道聞香 但珍龍吹出得好 卻把陳新貴的腰給傷了 帶著護腰 十幾斤中的木頭 牠磨出一套 省力模式 一扇看過來 一扇看過去 用這樣 比較沒力 出在大人 這要用幾個拔下去 用幾個拔下去 拔下去 拔下去拔下去 一陣左駝又拉的 兩老清晨五點 磨咪摧櫃的手藝 終於水蕩蕩亮相 好貴啊 我爸爸那時候沒有蒸這個 這是這幾年我們早在蒸的 自己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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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個 好吃啊 客人 客人吃都沒有反應 說不錯啊 脫模後的藕櫃 熱氣蒸騰著 浴角鋪滿每一寸 彎下腰 縱看 橫看 總要金箍 店家下料的大方 等一下 都一樣 都一樣 看過了 看說 它煎到漂亮啦 好吃我們再來買 肉來買 好吃再來買了 豬仔 吃很久 我們以後年來 我們母親一塊的蠻蛤蜊 聰明的媽媽族 按照節氣來祕食 冬天的芋頭長得慢 遇到的雨水也少 吃起來更加綿密 加上按部就班的活兒 裡頭藏著是老父親的叮鈴 那就是以前這樣做 你不要偷偷減料 做起來就好吃 純密做的 不要懶惰 就好吃 要吃花 都熬的 還燙的 阿嬤還燙的 都燙的 都燙的 靈魚就是 靈魚要更好切 因為那過吃 要有一點QQ很好吃 我愛吃 不要轉向我來買 從哪邊來 三重 六十年前 董影卿的父親 最早在萬華推著攤車賣櫃 當時應付龍山寺 拜拜人潮 就只賣昂骨櫃和發糕 直到女兒的緣分來了 兩個人介紹同一個人 兩個人認識的 他說我給你介紹 我說好啊 講的都同一個人 一個禮拜就結婚了 這麼快 大家就看 看的高魚高魚 我們就好了 有了陳馨貴這位伴子 影像才越變越多 我們蘿水貼 這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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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弄得最弱 最好吃 陳馨貴年輕時 在台南火車站當戰務員 每天負責看顧乘客上下車 婚婦來到台北 跟著岳父學手藝 做出興趣 慢慢的也攪拌出屬於自己的味道 我媽媽有的 家裡的氣體 家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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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桶蒸過的米粒 再加上麻油清香 一大盆油飯 每天總是最早完壽 麻油的東西都好吃 我都不信用的 信用的 不肯定客人 吃好吃的味道 有飯 就是滿和我的口味 滿Q的很好吃 有時候我會買肉掌 都是一些古早味的 對… 我喜歡找古早味那種的味道 東三水街市場改建後 變得明亮整齊 但老店長年累積的身材工具 把長型店面堆得 往往只能在夾縫中忙碌 陳新貴神情自若 只一昧地注意 芋頭上的黑頭有沒有挖乾淨 空間的局限 對這位農家子弟來說 早已無形 祖然在他去道中 他頭這樣爬 只要不要做你 你就動不動了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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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九點 人潮越來越多 夫妻倆忙著應付 老地方賣著古早味 除了老主顧光顧外 今年也吸引年輕族群入內尋寶 這邊就是賣比較傳統的那種糕點 有時候外面買不到啊 所以就會來這邊買 像那種糕有時候名字都不知道 可是就是會想吃什麼黑糖糕 黑雞翹啊 新鮮現做 趁金論兩賣 婆媽來一個 貴也就跟著少一塊 我只想要放在那裡 不敢 要做得很快 我以為已經夠了 過十了 我以為過十了 涼了 嘴上說著淚 但心裡滿是成就 養大了四個小孩 都有穩定工作 磨黑起床 純手工的重活 沒人接班 這一回的米香添了些許衝創 點乾淨就完了 量不夠啊 再抓 是不是 這裡都芋頭啦 我都有看過了 這裡是數量不足 再一步出發 客人就要餓肚子 文雅雯像是熱鍋上的螞蟻 急著清點 水板和芋頭高數量 婆婆 劉畢芳 還有先生李志明 也一步逼兩步 幫忙著 送到竹南園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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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有時候 那這個要不要綁起來 不會 不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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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對 我先去過了 好 帶著婆婆的陰切叮嚀 車子緩步下坡 眼前的綠藝美景 來不及欣賞 米香已經漸漸消散在 西湖鎮的田間小路 這門生意 劉畢芳做了15年 每天天還沒亮就開始忙 李志明退伍後 幫到第三年 無預警的一天 他就宣布 廚房的一切都交給李志明 等一下說三年就要出師了 媽媽也可能用這種想法去說 看三年了 你學了多少 你那時候沒有拒絕 沒有拒絕 因為我投入了嘛 就來看試試看 幾不幾分 媽媽年代 人人生起的春菸 被李志明用現代化機器取代 高壓爐火沾騰 水板和芋頭糕 猶如清水出芙蓉 不假任何雕事 就緊緊巴住鄉民的嘴 芋頭糕 做出來如果最好的品質 就是看起來不會糊糊的 整個看得到芋頭的顆粒 然後跟冷卻的時候 會有它的Q度 對 這個就是最標準 原味水板 就好像我們客家人的布丁一樣 米南的叫碗粿 我們的叫水板 那我們客家的是把所有的配料 放在本體的上面 十八年過去 每一盤米食都已經精準到位 極度講究內涵的它 只用真食材製作 隔年的再來米 經過一整夜浸泡 磨成漿 對上黃金比例的渾水 軟軟糯糯的口感 就從這兒來 隔年的米它的粘稠度跟品質 才能達到做這個品項的標準 其實退伍後 考上公務員 但想到生活 就要一成不變 嚇到了 立刻打退堂鼓 還是選擇回家做事 高中吧 我成績還算不錯 我也是保重真實的 去念個環空系 自己也還滿適合做餐飲 這個的話 你可以去交很多不一樣的朋友 回家幫忙 不代表用混的 就有薪水可以領 流畢方 既是慈母更是岩師 要求李志明 一定要考取廚師證照 才準進廚房 總共那個考試就是九道菜 煮烤官會從六道 每個晚上都好好認真地 把一道一道 把它親自的煮完 不懂的就趕快問媽媽 我們都放很多芋頭 削得會比較粗 蒸的話會比較沒有那麼軟爛 它比較會有顆粒 刺起來會有層次 高麗的芋頭來自隔壁鄉鎮公館鄉 檳榔新品種 香Q綿密 從流畢方推著攤車在賣時 就有這一味 媽媽相信他們會越來越好 堅持品質這樣子就好 他們那個誠信讓客人 就是能夠嘗到這種美味 限量蘿蔔乾 豆腐乾 蝦米還有香蔥油 要包到有那個蘿蔔乾要有香味出來 葷子的加韭菜 韭菜最後面才加 才不會黃掉 它會有那種脆度 韭菜的話才有我們客家的味道 以前我是還沒有認識他以前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我是不曾吃過 認識他之後我才吃過 然後那時候會覺得 到底這個是什麼東西 因為閩南的地方沒有這種東西 那吃了口感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平常我們閩南的碗粿配料 是把東西加在那個碗粿裡面 吃起來就鹹鹹 然後有肉燥啊什麼那些配料 那這些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發現這邊很多人 都很喜歡吃這個東西 我很佩服我婆婆她真的很厲害 她以前就是用這個工作 做這個道地的小吃 然後撫養三個小孩子長大 米漿和芋頭籤結合 最麻煩的就是如何攪拌均勻 好讓每一口都能吃到餡料 李志明自豪 他的做法比媽媽來得更好 只是每次雙手都得耐住高溫 雅雯看著眼裡用行動來相挺 以前在醫院只要吹冷氣 雖然很累 但是不用這樣子汗流加倍 覺得在這邊很辛苦 曾經是家戶病房的護理師 從台南嫁來苗栗 在當地醫院從事護理工作五年 生了小孩才辭去工作 邊帶孩子也邊幫著生計 只是進了廚房 這位救人的人差點要被人救 被火爐嚇到 因為那個要用蘋果槍 沒有經驗我從來沒有碰過 沒有經驗 結果他碰了一聲 把眉毛小坡燒到 頭髮也燒到 還好 還好 稍微一點熱熱的驚嚇到這樣 夫妻同理合作 一加一大於二 把媽媽的米食生意做大 我與山坡上的廚房 從天還沒亮就已經爐望水滾 直到深夜還點著燈 不管是芋頭糕 水板或是油飯 都深受當地人喜歡 讓食物最原始 最自然的味道把它展現 就這樣 就最單純 因為我們客家人 這個就是以前我們客家人的典型 我們只是把以前的味道 盡量把它保留把它傳承出來 堅持古法製作 像是神明有保佑 大甲媽和白沙豚媽祖繞進時 訂單總如雪片般飛來 一天都要做出好幾百格 讓信徒果腹 我們從小看到大 其實做每一個行業都要有一個熱情 才會有一個動力去執行 不然很容易失敗感覺 家鄉的好山好水 不時浮面的清風 是忙得滿身汗水時 最好的舒緩良方 每天把做好的糕點 從西湖鄉送到苗栗市去賣 但去年已經擺攤33年的位置 房東不再承租 夫妻順勢改變經營型態 不推攤車 改租店面 讓好味道 不再流動 定時定點 讓大家都能吃得到 菜脯啊 那一些爆的那個料都滿香的 芋頭糕我最推薦 就是很獨特的口味 吃不念啊 從早吃到晚都可以 當早餐 當中餐 當晚餐都很好 手足老客人 吸引新客員 這是夫妻倆努力目標 雖然沒有華麗店莊 質樸的米食背後 可是母親勤儉持家 為嫁的手藝傳承 小時候大家都想要過得不簡單 但長大之後才發現 簡簡單單那才是最難的 早啊 確實沒有人從小 就立志長大要當平凡人 但是長大後 總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往簡單 簡單的當個早餐廳老闆 或是在工作應戰前 享受一天當中最寶貴的簡單 用這邊吃來外帶 好 它這個跟一般早餐廳 它這個口感比較綿密 比較好吃對不對 跟一般那種冷凍 煎起來就不一樣 滿實在它的料 它那個米啊 我感覺全它的米 應該是用得還不錯的 平時的米 吃到變朋友 然後我們變成也是這裡的首客 因為我喜歡吃鹹的東西 我喜歡它的味道 我喜歡它的道地 它它真的是滿純的 我剛才吃得比較大 真的啊 我剛才吃得比較大 為什麼它好吃 就那個有古早味 古早味 嗯 這個真材實料 而且它的髒醬又好吃 吃得你 給你永生難忘 超好吃的 其實以前寶商路 算滿熱鬧的 在我出生那時候的話 其實這條街 人就還滿多的 然後這邊的店家也很多 到我長大後 這邊的店家幾乎都搬走了 都搬到那個熱鬧的地方去 基本上都不會留在這邊 因為這邊已經 整條街就是非常荒涼 台東之辣的七月天 彷彿市井都該隨五彩斑斓的 熱氣球熱情豐豔 唯獨寶商路這一帶 沒落的舊市區 不願隨波逐流 還堅持著淡雅溫和 這個米包超過久的 夜夜的古早味蘿蔔糕 傳到柯瑞德手裡 正好是第五代 雖然都是傳統做法 實際上 卻跟坊間業者很不相同 蘿蔔刷洗過不削皮 不刨絲 而是粉碎蟲泥 然後泥水分離 以蘿蔔泥拌米漿炊蒸 再用蘿蔔水抹米 另外還有些小細節 也許不是美味至剩的關鍵 卻細緻的足以耐人尋味 好比加了米漿的沾醬 又或是蒸籠蝦的檸檬水 這是用檸檬去煮過的水 因為我們在蒸蘿蔔糕的時候 我們的就是在蒸的下面的 那缸水要加一些檸檬在裡面 煮的時候它味道會比較香 因為有一些人有沒有 他們在吃蘿蔔糕的時候 會反胃會洽生 但是你用檸檬煮過之後 它可以壓抑住那個蒜味 檸檬水蒸法師爺爺教的 就連切蘿蔔糕的刀法 爺孫倆都如出一车 按常理說 柯瑞德的確是客家的第五代沒錯 但是嚴格論起 老店其實沒有第四代掌門 今年二十八歲的當家老闆 是阿公阿嬤一手拉拔大的 以前的時候我爸爸跟媽媽 就是夫妻感情不好 所以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就離婚 然後後來爺爺奶奶就希望 媽媽可以留在我身邊 然後帶我去法院上 然後我就在法院上哭著求我媽媽回來 可是他那最後還是決定要離開 從小沒有父母親同愛的孩子 爺爺奶奶和姑姑 給了他雙倍的愛 他就給我灌輸很簡單的觀念就是 第一嘛 你的父母這樣離開你 你也不能怪他們 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那就代表只是你跟他們緣分比較淺 那再過來 既然我們陪在你的身邊 那你就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家人就好 你不需要去在乎他們 更重要的事情是 你之後的路是你自己選擇 跟他們也沒有關係 他們沒有任何權利去干涉你未來的事情 只是有些時候 花十年 二十年 好不容易築起的勇敢 還是會一息崩壞的 大國中的時候他媽媽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 哪有可不可以哭 我說可以啊 他就拿一個紙毛巾去廁所那邊 哭很久哭久 我說花生嘛 他心裡會能夠啊 看邊緣我媽媽爸爸 但是他沒有 小時候就只覺得 爺爺奶奶管很多 應該說爺爺奶奶管的方式不一樣 奶奶管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管 包括到晚上十點一定要回家 然後中午一定要回家吃飯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非常傳統的家庭 然後導致我就覺得很抗拒很煩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要求到那麼多 是長大之後才知道 因為我爸爸媽媽他們的關係 讓他會害怕說 我會不會又變成下一個他 和每一個歷經童年青春期的孩子一樣 可瑞德也有過叛逆的時候 只是早熟的孩子告訴自己 在爺爺奶奶面前 只有他沒有使壞的權利 有時候是國中買的 因為我怕自己會變 會怕膩 然後就買一條藤條 然後給阿嬤 就跟阿嬤說 如果我變壞了就拿來抽我 爺爺跟奶奶的差別就是 奶奶會打我爺爺不會打我 我要去哪裡吃什麼買什麼幹什麼 爺爺都會 好好帶你去買給你 我對那種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我每天都去爬山 去踏青這樣 然後甚至颱風天的時候 他還會跟我講說 走我們去海邊看浪 或許正因為是爺爺帶大的 所以高職避了業 可瑞德從來也沒想過要遠走高飛 尤其是爺爺歷經了腦中風 心肌梗塞以後 看著他這樣做 我們看著他這樣默默地做 其實心裡都會有底 然後看著他年紀越來越大 就會不捨說真的是這樣 某爾從玻璃門前望見自己 柯瑞德總想 流桶尖台上那些行雲流水的動作 會不會也就跟當年的爺爺一樣 米香蒸騰 煎出的焦香一樣 米醬質樸 嚼出的深邃也就一樣 儘管誤換新迷了 這是他不願妥協的浪漫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回憶 這是一個歷史 我希望留在這邊可以 重新振興這一條街 發生去勞工的 附介你們自己可以 電子階截屎 老爺車都還沒停好 鐵粉已經在攤位陳守候 我要拜拜 我就去他們家 我就去他們家 對 從路那裡他剛才帶出的 所以你就帶來這裡 去郭來這裡 用郭的 我早就帶你早出來 我還不記得幫你努力 我現在如果沒有就沒有了 你都要偷偷 對 六塊花生 阿姨 你是要拜拜嗎 沒有 要吃 要吃 要吃什麼 要吃 要吃這個嗎 要吃 要吃這個 要吃這個 六塊花生 還有兩塊鴨鴨 好 這是故鄉的口味 好 這樣四十塊 六點半開攤 七點不到 櫥櫃裡的櫃已經掃掉一半 花生的櫃賣完了 一半不見了 剩下紅豆跟芝麻 最快的記錄 炸得不好 不是 炸得不好 一半不見了 全部我包了 放在那個馬祖廟那邊 是喔 我太太說 人家要去買她說 怎麼可能她 已經出去半個小時 怎麼她沒有看到人 結果掛這個毒的東西 採到媽祖廟那邊 你已經有受影響了 可以有嗎 這個沒有 經濟不好更要拜 經濟好也要拜 好 好 顧客們有的半路攔截 也有的直接追到家裡 早 早 你買紅骨粿喔 有 是早餐吃嗎 沒有 要拜拜 今天要拜拜的喔 有 這麼早起喔 一 二 三 清晨四點半 天都還沒亮 潘宗萌和宋靜鳳 已經忙了好幾個小時 四十多年來 夫妻倆都是凌晨兩點起床 坐櫃 垂櫃 好 好 現在已經七十歲了 所以你是嫁給他的 對不對 七館圓 你要請一個人不簡單啊 兩點誰要起來 小叔自己是從滿洲加到恆春 潘宗萌還真的是寵心磨人 去年退休以前 他在地政事務所工作 每天上班前要磨米 要吹蒸還要塑形 忙得不得了 做這個太多那個啦 淋淋碎碎的工作太多 要去採葉桃 然後回來要洗一洗 然後要剪 那紅豆都自己做的 萬丹的紅豆 你家這個老公很幸福耶 哪有 都會吵架很幸福 他太幸福了 幽默風趣的潘宗萌 總是把內斂的太太 逗得發笑 父親早逝 母親靠著座櫃 養貨家裡八個小孩 金鳳姐十五歲 就跟在母親身邊幫忙 熟悉老練的手勢 是他的青春 以及對媽媽的承諾 媽媽那時候看到 母婿願意幫忙 也很放心 交給你 對 弟弟他們都不要做 他們會做喔 他們不要做 太累了 太累了 繼承的話應該是 他弟弟他們繼承 結果是我們繼承 那麼恆春人 為什麼特別喜歡 把昂姑貴 昂姨當早餐呢 很容易喜歡 因為你覺得是 現在是 賣早點的 他很早拜拜的 因為可以當早餐吃 因為很早要拜拜 然後當早餐吃 對 因為你其實都沒有環頭 沒有那個看法 對 早年拜拜完 就當早餐吃的勤儉習慣 久而久之 就沿襲下來 成為在地特殊的飲食文化 吃了四十幾年 快五十年了 所以回台北還要買回去 這個是拜祖禮 拜祖禮 台北不是也有賣 賣就不是那種味道 好嗎 一公園發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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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貴會放進去 五十天以後快 有的會不會放進去 你記得這條嗎 給你吃 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木頭了 快木的 人家說要買去做 今天就說不行 這個團家吃飽 一邊手忙腳亂 一邊有老客人上門 看看時間差不多了 古董櫥櫃 得趕緊搬上車 肖稱自己是資深櫃閣 潘宗摩回憶 剛開始站櫃的時候 發布的挖個洞 躲進去 這裡以前還沒拆路的時候 有一條蛇子 躲在那邊 他會讓人家看到 就躲在這裡 白小姐要來買的 趕快出來 會害少啦 人家說一個男子在那邊賣櫃 會翻血 會翻血 對翻血 櫃子裡的櫃很快就消完了 因為每一塊櫃 都是當日現做現蒸 得趕緊摳太太 從家裡送貨來補 她後悔 她後悔喔 是啊 每天都睡不飽 對 沒那麼辛苦 四十九年後悔 不能後悔 後悔來不及了 後悔來不及了 這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 就客人要買去拜拜 買到了她比較高興 人家比較會講話 人家說 你吃一種功德 功德喔 神明的要吃 錢蓋要吃 錢蓋要吃 好 才功德喔 記憶得功 打算做到幾歲 不能做為止吧 你要休息 人家不讓你休息 天天幫你敬禮 你說要把它季節的話 有 就覺得不好意思 看到古董木櫃天天年年 準時出現在街頭 居民有一份安定感 彷彿透過一塊 樸實的紅色的櫃 古老的信仰 有了最信賴的連結 拿這頭這麼好 妳要幾個 兩份 妳夠了嗎 要一行的喔 兩隻手好像不太夠用 怕客人等太久不好意思 不過我們動作也必須要快 要正經 恨不得有三頭六臂 可以同時兼顧油鍋 招呼客人收錢找錢 高雄自強三路的這一攤 每到下午營業時間一開始 人氣就跟油鍋一樣火熱 我們會比客人更緊張 壓力很大 直呼壓力很大的 是洪家大嫂江月英 手忙腳不亂的 握手左邊這鍋 生意大花樓 也得按部就翻 起不得 薯條 蚵仔和薯 地瓜蘿蔔糕 像這個芝麻球 番薯碰 這邊的糖分比較多 比較甜 然後那個稍微炸一下 還沒熟 有可能櫃就黑掉了 慢功出細火 不能太大火 而地媳婦軟勢力的這一鍋 專炸招牌品項北藤粿 白皙的V粿下鍋 逐漸膨脹酥脆 再沾上白糖混合花生芝麻粉 外酥內嫩爽脆香甜 就是在地人最愛的台式下午茶點心 南部必吃的美食 對 滿便宜的又好吃 你看每次來都會排隊 每次來你最常排多久 也快十幾二十分鐘 運氣不好就會排到這種 前面買那個一百多個的 吃起來像麻糬一樣 只是炸的麻糬這樣 同家大哥洪敬賢在攤子前 大嗓門招呼客人 自家傳統甜點做精做磚 也成為在地小吃的一方之霸 常常遇到有外國觀光客 照著旅遊書上門排隊 熱情大方的洪敬賢 推廣台灣好料 也練就了英國的廣告台詞 我要雞肉和雞肉 因為我拼你 拼你 拼你了 拼你了 七十米 來 美妮 你要什麼 一個油鍋將近一百五十度 兩個鍋子同時熱情奔放 鍋子前的女力演出 絕對要有過人耐力 忍耐啊 背後上呢 賺錢想到錢再忍耐啊 對 賺錢生活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耐熱 耐燙 耐住壓力 還得要耐操 每天下午一點半開始營業 到清洗收工已經將近五夜十分 一早八點 賺錢的馬達就已經接上電源 一日一日磨練能心意志 幾個星期前先生因為車禍傷到左腳 出院後還在休養當中 少了先發主力投手 阮世利只得掛上頭牌 上場擔任救援 從頭開始啊 什麼以前都不會啊 因為以前我在那邊都是上班啊 上班族都不會做什麼 其他動作都不會做啊 來這邊 來這邊玩爸爸開始學 先生掛了病號 還好還有一起同住 做北唐貴更資深的大嫂 幫忙補胃 腸糯米一早泡水兩小時軟化 磨成微細 脫水後留下精華 用心誠意 一般用糯米粉泡水的比不上 口感不一樣啊 客人像我在行的人 他一吃就知道啊 用糯米粉的就暖暖 腸糯米磨成微細 立刻加水打成米粿 被泡泡油眉眉 細緻柔軟 是達人存乎一心的判斷標準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就可以了 不會黏手 米粿太乾 炸出來會不夠柔軟 容易有顆粒感 水分太濕 油炸時間得要拉長 外皮又容易變硬 怎麼拿捏是一門大學問 江岳英結婚後 雖然忙著幼教班的事業 每到假日看著婆婆的忙碌身影 無法袖手旁觀 自動自發下海當左右手 練就一身本領 以前我小孩小時候就說 人家在這裡 還要吃什麼都有 有時候我人去小孩也要帶去啊 而阮世利嫁來台灣後 也免不了洗手做北藤櫃 十五年前 婆婆想要退休 那時大哥大嫂各有工作和事業 阮世利於是和先生 全職接下婆婆的攤子 從此會簡單的幾句國語 到現在供歹義買通 已經是高雄的北藤櫃達人 其實很多 其實其實很多 婆婆從哥哥小小 然後他們到每個人在照顧得很好 沒有 你看看我們的感情很好 在住在一起的 弟弟弟妹接棒 大哥大嫂當軍師出點子 家喻來上班幫忙打工 收入扣除一大家值的 水電瓦斯生活開銷 就是阮世利和先生的獲利 兄弟互補互挺 兩家一家的起心協力 在鄰里間也是佳話 地瓜球裡面這個是芝麻球 我們比較高級 做起自家甜點 手巧心細 跟外表的粗獷不太相稱 洪敬賢其實是 梅空手道高手 是許多名將的啟蒙恩師 杜軍官校的選手 也是他負責培訓 父親以前是遠洋漁船報務員 出海一趟得兩年才能回航 媽媽曾經開過自助餐店 北藤櫃灘 洪敬賢都是最佳幫手 即便當了教練 每課的空檔就到店裡報到 不論名義上的老闆 是媽媽還是弟弟 一個人要扛起家計 爸爸又在外面上班 媽媽一個人做 身為長子的話 覺得媽媽很辛苦 都幫忙起來做 任性比較夠 比較不服輸 抗壓性會比別人強 不怕累了 因為沒有比運動選手更辛苦 這幾年長男的媳婦 結束幼教班事業 有更多的時間 來幫忙自家生意 點子多多不斷發想 增加品項 讓菜單從北藤櫃 炸番薯 攀雞捧 蘿蔔糕等四樣 衍生出更多選擇 把次男接棒的媽媽招牌 做得更好 兩兄弟親家不夠 讓老媽媽很是欣慰 一起奮鬥啊 一起經營 興奮 小姐公家團 你要花生芝麻 花生 花生 花生喔 爸爸花生喔 媽媽希望兄弟合夥均分 當老闆 有錢一起賺 但大哥大嫂不想太多 說市場很大 需要的話 再開分店各自努力 把餅做大 不用窩裡反 先把這一攤先顧好嗎 都是賺到自己的工錢 做建立啊 大家有很多東西了 越南妹變身台灣媳婦 認真學習 努力融入 在高雄街頭和先生一起 成為台灣魏的 街棒掌門人 這一家兄友地公 顧眼八點檔的 餵前分家戲碼 珍惜母親給的兄弟緣分 家合萬事新啊 兄弟成金啊 戲叫什麼 過得去就好 高興就好 有的過就好了 兄弟一心 賺錢要攜手向外 這一家人要繼續 耐著高溫 流汗收錢 滾坐高雄 北藤貴之王 人家說阿姨七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住的外面好像也沒看過 沒有吃到桂花年糕 就好像過年少了一個味道 這個很燙 你們走開一下 趕著過年出貨 這已經是吳師傅 今天第六趟出爐 老年失業 還會想一想說 回來這裡 這裡老家嘛 沒有壓力 回到老家 沒有經濟壓力 導致老味道要堅持 這壓力是來自的時間 分秒逼真 再慢一點的話 到最後不好承襲 它那個會硬 會稍微硬掉 從龜催 離開檜木蒸籠的那一刻 做事都得衝衝衝 不僅因為太燙了 還因為會立刻變硬 不好塑形 會很燙 差不多80度到90度 那你這樣被燙了幾年了 三四十年多 油肉 三十幾年 為了年節限定的桂花年糕 家裡氣氛如臨大敵 大姐 太太已經守候在桌邊 剛蒸好 攪勁糖的糯米非常燙手 卻也散發出極為清新的米香 新米會比較爛 比較不會那麼Q 過去在老店就是用原糯米 回到江西依舊是自己買米 自己磨粉 到現在還記得 他講過說 那時候他們都叫我小弟弟 小弟弟啊 你要給人家吃的東西 要自己敢吃 想吃才可以 大姐負責分切 太太裝和 中間最關鍵的工序 就由吳師傅負責 一點一滴 將吃幾樣的鹹桂花 粘進高鐵裡 過油不及都無法品嘗到 桂花年糕 甜中帶鹹的好滋味 我出一張嘴 準備等一下來吃 第一時間切的 那個第一時間的那個 真的是太棒了 熱呼呼的桂花年糕 長得像是銀絲捲 每一個都是吳師傅親自手做 除了鹹桂花以外 還有荊棘口味 金色對上白色或是紅色膏體 都很討人歡心 這個機器啊 過年了 很Q 然後淡淡的香味 很棒 這邊怎麼有一家烘焙 那以為是麵包店 烘焙的 就說哇 這個麵包在這裡 烘焙好像太偏嫩一點 原來是做這個食物的 真的是不錯 很難得耶 焦溪箱擺了山腳下 立坡道隱 吳師傅的工作室 就在一大片的水田間 清晨天色亮起 他早已經忙進忙出 張羅著蒸年糕的寶貝 檜木蒸籠 比較保溫 而且它木頭會吸水嘛 所以比較不會滴水 國小畢業後 就跟著師傅 學做江浙糕餅 17歲 進到台北新生南路 當時最夯的老字號餅店 一路就從學徒做到總廠長 我從後面出來 他說 他說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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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站著啦 他從樓上下來 爸爸 爸爸 忘了 沒有啦 我不會很老 都已經58歲 還是有張青春不老臉 圍爐的時候 弟弟的年紀 成了大姐大哥的開場白 大多時候 吳師傅都是靜默憑笑著 青春歲月 全都奉獻給老餅店 一生的幸福 也在那尋覓到 你比較親愛的 我反正我請客 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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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到現在我們看過他生氣 他脾氣很好 做事很認真 他最好笑 六年前 老餅店突然洗燈後 當時他已經52歲 面臨中年失業 變得徬徨也很焦慮 兄弟姐妹就說 那我們老家空子 我們老家回家 坐往後 他們就 你幫忙 謝謝 好吃 謝謝 真的好吃 這第一天做 那個吃起來的味道 就像 就像咬你自己的舌頭一樣 非常的溫潤 第二天的時候 它會慢慢變得比較硬 那是因為糯米老化 老老闆很重情義 最後將烘焙設備 全都送給了吳師傅 大概兩卡都回來 我能夠買到全新的話 三百萬個沒問題 就想到以前 回到老家籌備了一年 過去三十五年來的手作糕餅 就在田徑的山腳下 又重啟爐 像這些的話是 用了好幾十年的 一進去就有了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敲得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 二三四年 中秋節的全家糊 提江月餅 是當年老店 最快製人口的商品 其中 用牛肉系當內餡 又是店裡的一絕 擀平 三平一折的技法 是快要失傳的記憶 傳統式的感法就是這樣 這樣繞回來 就這樣而已 還要先做個一次 再一次 這樣層次會比較多 三平一折做出油酥皮 豐富的層次 當年因為製作牛肉乾 總會剩下屑屑 才意外發展出牛肉酥餅 常年手做這些月餅 做到手骨頭都已經變形 做了一二十年了 可能 算十萬應該有 在我眼睛看過去的 生產的月餅超多 產食跟糧衣沒有 老家就在擺了山腳下 於是將傳統大餅縮小 就取名為鵝仔餅 鵝仔餅裡面不包肉 改走健康路線 有核桃 腰果 松子 芝麻等堅果 再加上葡萄乾 青梅 荊棘和鳳梨 每次接到這種老客人的電話 我們都覺得說 再怎麼辛苦 也是應該這樣子 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是這些客人在後面 推著我們這樣子往前進 桂花年糕 手工生產 一天也只有120個產量 許多人等到元宵才吃到 吳師傅笑說 這是個名副其實的回味餅 回味 回味 也正是老來回鄉的家族還原味 彩色昏櫃上桌 又是一陣秒拍 心情像是調色盤 跟著繽紛 太可愛了吧 很夢幻 滿驚喜 就不像只是可能 別人修片 可能修出來的顏色 吃起來就是更有FU這樣 討喜的昏櫃 讓顧客露出笑臉 好色之徒就是這一位 年過六旬的機械專家楊老闆 問那個中藥 問專業最重要的 他說 黃色的 我們中藥知道什麼東西 比較適合 帥氣 紅旗 我們吃紅旗肉 就知道紅旗 它是一種旬 竹炭是最後才從日本流行回來的 顏色全來自天然 至於藍紫色 就是當紅的植物 蝶豆花變出來的 所以說我現在拿到最好的一個 從電鍋拿出來 25秒 這麼近 剩尾 滾出好的蝶豆花水 立刻倒入荷蘭進口的馬鈴薯澱粉裡攪拌 沒有吃 還吃 我個人 我不能說別人不好 但是我要 其實一個原則 我要做出一個同時商品 它的差異化出來 產品有差異化才有商機 但前提是天然健康 開始找專家 發揮實驗精神 一試再試 試出黃金攪拌25秒 剛才那個timing 那個timing 沒有抓好的時候 倒 倒 都倒掉 所以說要付出代價 被製冰機器佔了絕大空間的廚房 只夠一個人橫向穿梭 楊老闆埋頭苦幹 終於做出一盤盤療癒系婚櫃 2014年 兒子楊佩欣退伍 念廣告卻不想從事廣告 只好回家幫忙 看到老爸做婚櫃 他第一時間潑了冷水 婚櫃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滿無聊的 就是它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配角 就是它都是在冰淇淋的眾多配料裡面的其中一個 既然老爸要做也只能悶氣接受 沒想到一下子變出四種顏色 他開始產生興趣 利用石器 擺盤 配料 翻轉古早味 魂貴一樣成為主角 跟他溝通也不是很好溝通 因為一定還是有一些代溝 就他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那有時候鎖性就我就直接做了 我就做出來 然後直接給他看 沒有很認同 接著就是說這個多此一舉 所謂多此一舉 比如說木湯匙要洗的時候挺麻煩的 不能用菜刮布 一定要用棉布 這個盤子 盤子要洗的時候 多了一些器具要洗得滿複雜的 蠻麻煩的 不認同的設計 卻吸引越來越多年輕人上門 還成為社群熱門的拍照打卡點 包裝滿重要的 所以說這方面來說 兒子也給我一個教育 懂得蹲下來跟兒子說話 緊張的父子關係 因為彩色昏貴有了微妙變化 這對楊文青來講又是個不簡單 一路走來都是從事機械工作 專精開挖隧道用的潛燉機 和吊掛貨櫃用的機械手臂 在業界頗有成就 30年前哥哥失業 親手做了台製冰機送他 卻也開啟自己退休後的賣冰生活 冰淇淋能夠吃到甜而不膩 我的黃金比例就是 乳酯含量12% 那麼甜度20度 這個方向來說的話 80%的消費者他都認同了 自己做的均質機 將雞蛋鮮奶油奶粉 達到質地綿密又細緻 這是製冰第一步驟 現在做起來相當順暢 但當年做壞的冰 足足道料超過一頓 很可觀 你想想看 一桶五公斤 一桶五公斤一頓有幾桶 畢生的機械專長 都逃住在製冰事業上 一開始很不順 但不能回頭 因為受不了外界嘲諷眼光 他也是一個蠻怪的人 就是會想做這些東西 我大概從國中左右 就有時候都會看到 他在用一些這種有的美的 可是那時候他就有在慢慢 在研發冰土 只是一開始做 真的是蠻難吃的 遇到問題就積極解決 買原文書來K 看不懂的字眼 就請教在加拿大的哥哥 靠著自己又改良的製冰機 終於做出口感紮實 空氣含量降到 只有25%的冰淇淋 比外國知名品牌更低 這個東西在轉 那它的壁慢慢結冰 它會一層一層刮下來 這個質地跟清冰是不一樣的 這個機器也太神了 對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做出來的冰 只加進台灣食材 有南投的百香果 聚風葡萄 離港檸檬 和土酷的龍眼花蜜 就是做出蜂蜜這一款 我就覺得真的很特別 就是這個味道是外面吃不到的 口中的怪老爸 卻做出楊佩馨最愛 卻又說不出口的甜蜜 複子兩頭身做冰 像是昏貴有點黏又不太黏 一個研發 一個包裝前銷 終於找到最佳定位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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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